疫情的阴霾之下 第七十四届嘎那电影节终于线下开幕 引来众多明星的红毯捧场 所以这个第七十四届嘎那电影节能够如期开幕 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事情 在七月十二号的晚上 嘎那的电影公公前面出现了俊男靓女 各路明星都不戴口罩 与口罩绝缘不用戴口罩了 都欢欢喜喜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出现在红毯上 这一次比较受关注的电影 有法兰西特派 这样的电影 当然这个电影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还不太熟悉 不太知道 包括还有竞赛单元的 向一切顺利 这个电影有法国大明星苏菲马索 是吧 所以苏菲马索也走了这个红毯 让这个名人 哄托出这个 干红毯电影节的这个霸气 或者说豪气 所以今年大家都期待 干红毯电影节能够带给所有的人 信心 不仅仅是明星能够不戴口罩的出现 更期待的是整个所有的观众都能够正常的出入电影院 我们在场面的电影院里面 我们在场面的电影院里面 这个主要的电影院里面 我们在场面的电影院里面 you gonna let me know yeah suicide